住宅这一款因为涉及了名声 国家它不得不要调破 所以现在很多地产商 在这么大的费地下 就是被迫的要转型 转型到商业地产 转型到旅游地产 转型到文化地产 这一块 现在实际上不光是房地产企业 包括咱们做矿的 包括咱们做食品的 比如说宇论等等 也都涉及到旅游地产的行为 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旅游地产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所以也想进来飞一飞更 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他去消费旅游地产 他去购买旅游地产 他同时也带有他自身的一种需求 希望在消费的同时 他自己的资产也得到增值 带有一种消费投资的双重目的 去消费咱们的旅游地产 就像购买他自住的房产一样 成为一种康区 就是休闲度假 从来一种不可缺少的需求 这样的话旅游地产现在是肯定成为一个投资的热点了 应该说是在不光是一线二线三线四线 就说主要是有很好的旅游度假资源开发条件的地方 都是出现了旅游地产项目 而且现在热点是转向西南这一块 包括讲的贵州 重庆 云南这些地方 很多地产开发商 扎堆进入 由于大家都来做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各行各业 对经营也好等等 就是说各显神通 所以对旅游地产 他们就是做了很多的创新 这些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服务 就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 当然大家来的话可能就是有水平高的 也有水平低的 这样的话水平可能是各自不一样 但有的话还是以原来住宅这种开发的模式 来做旅游地产 同时也有的就是大规模的来圈地成长 这样的话就是良有不齐 有的话特别是像海南这一块 这个同志化是会非常严重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我再讲一下这种开发模式 开发模式大家实际上也都关注了很多 到我这边讲的话呢 我就提供几个案例 给大家看一看 我不想讲一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像山亚 半山半岛 或者是靠近西湖边上 富城山区等等 我就讲一个大体量 大规模的 这个跨度比较长的 这样一个地形旅游地产项目 它的开发是怎样来做的 我就讲一下这个 圣陶沙 实际上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新加坡把它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 希望把它整体来打造 这是它的一个功能布局图 它的功能区域 五大区域 几大主题公园 前期的话是70年代初 到这个21世纪初 它主要是做景区配套 完善景区的这些设施 暖车景区的开放等等 这一段时间以后 就逐渐逐渐开放一部分地产项目 当时只是启动 它还是以培育景区提升能力为主 这是前期的阶段 到了2002年以后 它觉得整个的景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客人量达到了一定的界限以后 就开始启动它的销售 2003年就是启动它的第一批地块 从2005年以后 它的旅游地产的销售 属于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 2003年启动以后 它的整个的销售收入就增加了很多 它整个的由5600万美元 增加了2.2个亿 其中销售收入占了75% 这是它的压力量 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出来 它的销售在这一块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到了07年以后 它达到了2.24个亿美元 整个销售进入后期以后 它的收入会大幅下降 但是大家看到 它的销售下降以后 它的持续性的 它整个顶区的相关的休闲度假的服务 是长期给它带来一个稳定的现金的服务 它是整个的销售的这种收入结构会有一个变化 这是从上17年到现在 这样40多年 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秘密 第二个案例就是坎坤 坎坤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去过 也是非常知名的 它刚开始也是一个实际上很小的一个渔村 就像纳斯维加斯一样 很小一样 包括咱们的可能三亚一样 也是它前期的话 也是为了打造它以后 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它也是逐步逐步的来发展 这是它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立场 完全是以景区 以这个旅游度假资源为主 逐渐逐渐来所吸引这个投资产进行开发 原来是只有三户旅家 到六万人 到二十万人 到一百万人 发展成一个以旅游度假为主的物理地 这三个案例就是华侨城 华侨城它有些不一样 它没有一拖自然的这种景区 它是自己来打造这种主题公园 从这种休闲营游度假设施 先进来做 通过旅游度假提升人气 然后开发相应的地产项目 这是它的旅游模式 所以从这个来看以后 我们觉得 你旅游地产来做的话 它实际上就离不开一个旅游度假资源 离不开为它提供 一个配套设施的旅游地产项目 这两者要有机的结合 但是前期还是要把旅游资源 要很好的开发 积累了人气 然后再做地产的整一个开发和销售 它就会水到渠成 旅游行业也好 地产行业也好 包括行业外的这些企业也好 他们进入到旅游地产行业 它实际上把各种各样的产业进行复合 比如说这一块的话 原来是景区 原来经营门票 原来旅行社 原来做地产开发 建立整个就做一个复合性的投资 五类吧 叫资源复合 资源的话 有各种资源 历史的自然的人温的 海滨的森林的等等 把它各种资源做个复合 功能这一块 就是你养生 度假 休闲 户外等等 客户就是你高端的 大众的等等 复合在一起 管理这块就是有酒店 有度假村 有俱乐部 当然你也有销售的 你也有物业管理 就是从管理上 可以在一个复合性的趋势 同时叫服务这一块 一般性的服务 个性化的服务 这些提供很高的要求 但是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因为游客的话 它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需求 提出来 同时咱们旅游地产开发 现在已经进入一种专业化的 国际化的 网络化的阶段 我就谈一下这个网络化 网络化不是说咱们的那种电网络 它实际上是就是说 从布局上 它不是点式的发 这个开发 实际上是成片的 成网络状的 比如说在国内 哪有哪些板块 在国外有哪些 这样一个布局 就是说给咱们的客户 提供一个全方位 多品种 丰富 多样的产品和服务 旅游地产的话 它是和很多产业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复合 上面就叫放旅游地产的概念 就是把几乎只要能涵盖的产业 它都可以涵盖进来 就依托咱们的地产项目 我最近的话去了一个浙江 浙江有一个项目 它叫嘉兴南湖 一个项目 它整个的话呢 把村民全都集中到一个地方 将近三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 它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以后呢 剩下的这一块将近十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十一平方公里范围内 剩下的全部是做农业 农业来做 农业的话呢 然后是打造一个高端的休闲 养生养脑的一个 大的一个 层乡结合的一个旅游度假项目 它实际上把农业放在里面 包括它的农业加工业 它除了种水稻等等以外 还种一些经济作物 种蔬菜 瓜果 现在已经就是种了三年多了吧 那些很多产品的面向上市 还有一些加工 然后呢 做一些医院的配套 小学的配套 然后养老的配套 然后休闲度假的设施进入 所以它就是把很多产业 只要能够在符合它当地特色的 能够做的 它都可以结合进来 那这个资源这一块的话呢 可以说刚开始的话 大家都是以自然资源为主来进入 现代化发现这种人文资源 它的这个价值越来越大 它的信力是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很多开发商的买古村落也好 或者古镇也好 都是看到这种趋势 现在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中坤对旅游地产的一个认识 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项目开发的一些实践 我们自己的不应对 大家也可以提出批评 我们认为了 我们必须依托 我们的无论是已经存在的 先天的旅游度假资源 包括我们后期打造的 但是必须要有 要依托这些核心信用物 然后同时我们改善它的基础设施 增强它的区位优势 然后以旅游度假活动 除了不光是景区以外 当然开很多 比如说咱们的演出也好 等等也好 我们来提升人气和知名度 然后呢 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特点 逐步的 这不是我立马全部的 我就逐步的来开发 我们与它相配套的这种酒店也好 别墅也好 度假村也好 等等 然后继续的配套 完善 这个相应的休闲度假服务的设施 我们整合这些资源 通过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我们的产品的创新 我们最后的实验要达到 它的土地的价值 效益的最大化 同时是经济效益 和它社会效益 最终为我们的消费者 提供一个全新的消费理念 和一个第二生活空间 这个第二生活空间 是董事长提出来的 他就说 等于说我们离开原有的 这种生活工作场所 原来的这个地方 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 到这个新的地方 实际上去干嘛 去求补偿 求满足 去满足你精神上的一些需求 满足你文化消费的需求 满足你实际上是高层实际的需求 你原来在日常生活 你得不到的 比如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 你可能会 我们将会提供你好的一个场所 比如说你大家都会喜欢书法的 我们会有一个俱乐部 大家能够喜欢书法的 在一块能够满足你 在平常你得不到的这种需求 我们的这个特点的话呢 就是以文化为核心 首先呢 我们的旅游度假资源 它是具有高文化性 而且是具有唯一性 同时呢 我们在产品的打造当中 就突出我们的文化特色 因为我们通过案例调研以后 发现这个旅游进展开发 绝对的故事简简单单 我就开发几年 十年就结束了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是从进入一个项目 就做好长期的一个打算 所以对消费省未来的这种发展 未来的一些需求 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研究 同时迎合 同时不断地研发新的产品 当然国际性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国际性的话不光是我们扩张的国际性 包括我们自身的产品的打造 也都是以国际团队来进入 包括我们昨天的 也是说中国国际角 国际角的一个是从规划 从我们的导演 从各方面 它是国际团队 包括我们的演出的演员 它实际上也是个国际团队 通过故事本身的话 它也是一个融合 既有中国的传统的阿局的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它又通过这种现代的形式 通过摩托艇跑酷 这种灯光秀这种国际化的这种形式 来表现出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现在就是具体到我们的一个案例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洪春 黄山本块 大家看了一部分 就是看到我们的洪春 古春墨 也体验我们的酒店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大家可以一块分享一下 但就是进入洪春的话 刚刚使的话 我们也是从他的地理位置 前期我们也有一个分析 为什么进入 实际上也有我们的 不是说简单的拍老大 就进入 实际上也有他的必然的一个趋势 必然的一个条件在这个地方 从他地理位置看 从他的这些方面 我们都是有一些珍惜交通 他也是非常的便利 包括他的客人市场 客人市场的话 目前还是以我们长山脚为主 当然就是现在 我们逐步逐步会把它逐步扩大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规划 这个地方也是经过了 长时间的一个题目 我们总结了一下 就是必须要以它为核心 然后来带着咱们这个奇术湖 同时整合我们相关的这个紫区 酒店 包括这个紫楼室 蚕袖这些资源 然后依托我们自身的 整个玉线的这些特色 来开发多方位 多层次的 多产品的这种丰富的资源 服务 然后形成一个以古辉州文化为主题的一个目的地 休闲度假目的地 整个的内容的话 包含这些 景区是我们的核心 当然 这些都是有机的粘成一体的 不是说我是分开了各做各的 可能它以它为依托我们有了我们的别墅会所 酒店 这是二居的剧场演出 户外运动基地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三地自行车 一个运动基地正在做规划 但同时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也会把它马上就是形成一个高尔夫球场 已经是有1200米 当然这会已经到政客了 我们紫路寺游艇码头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接待设施 山庄乐比原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 具有农业这种非文化 典型的一个高端的一个会所 这里我强调一个就是 进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古村的保护 这是为什么要讲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种开发的模式 在这方面与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先去进入以后 不是先去立马开发它 我们是要提到一个叫反规化 比如说进它以后我不是先去立马去开发 我是先要做保护 保护它以后 然后再做适度的科学的开发 97年进入虹村以后呢 我们就请了清华大学的同意大学 包括还有其他本地的 我们会做了一些古建筑的一些专家 来进入先期 让他们对古建筑 建筑的文化做一个很好的保护性的规划 我们制定好以后 然后要组织相关的管理部门 对整个虹村的规划进行实际考察 对方案要进行认证 最后要批复 批复以后 我们再开始做 所以前期进入以后 我们就是投入 做规划 然后必须得到批复以后 我们再开始做相应的修缮 等等 这些话呢 从国家的政策 得到取得国家 这个地方 政府 从文物管理方面 从各方面取得他们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和村民 也在不停地和他们做工作 宣讲我们做古村落 我们是怎么来打造它 刚开始肯定是他们也 也不是太理解的 就是我们逐渐地和他们进行沟通 逐渐让他们认识我们打造古村落 我们一种理念 我们的未来这个目标 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从几个层面来保 保护它 一个是 规划批复以后 我们就投入大量资金 来进行修缮 进行保护 特别使它的这些历史 文物 建筑 包括它的民俗等等 我们都特别地注重原汁原味 来进行保护 同时我们对它的建筑 在建筑保护 我们就做了一个分级 哪些是完全保护 就坚决不能做的 哪些是稍微地做一些修缮 等等 所以当时清华要是提出来了 同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 县政府和我们成立一个部门 先是做一个管网会 然后再逐渐逐渐 在和我们签订定的协议以后 委托到我们的黄山基地 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司 来对这个洪称 就把整个的这种运作机制 把它明细下来 利益分享机制 也从这个里面把它 确定下来 而我们和政府是怎样 和村民怎样 我们自己怎样 谁来做到哪些承诺 比如政府 它是从政策方面 对村民的工作 从外围 村民 它在村里面 你自己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做 而我们的话 只是从它的整个的修缮 整个的规划 整个街道 这个水系的整治 环境的提升 这个市场的营销 这些方面 我们来介入 就是棒了 大家千里的很清晰 从一开始 把这种机制 把它明确以后 为后期 在一个运作的话 就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同时要保留 它们的这种原来的 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传统习俗 包括它们就是在河边 淘米 洗衣等等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干扰 它们原来是怎样生活的 怎样让它云之云味的 保留下来 同时我们还鼓励村民 它不光是在这生活 也让它有的可做 不能说坐在里面 发呆 鼓励他们做一些 就是咱们很知名的三雕 开发 卖当地的特产等等 这样的话呢 通过这些 它们取得很好的收益 每家每户 每年的收益 每年都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现在甚至有的还开着奔驰 这村民进入这个村里 很自豪 所以它对我们这个开发的话呢 就是 现在是从打心底 拥护我们 主动的 要谁说 红村不好 他们主动的 会出来 就来反对它 现身说法 也给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 今年的话呢 联合国世界文化组织 他们向全球推广 两个古村 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古村 一个就是咱们 中国的红村 前面就刚刚到红村来 就拍了一个3D的一个片子 拿到他们国意上 继续讲解 就是说 保存的这么好 而且现在又运营的这么好 开发的这么好 这样一个项目 要向他们推广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 比较成功的一个经验法 我们就说 也不能说 太好或者太成功 但是呢 由于有它的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现在 在全国 应该设作100平方公里范围内 我们保护了 一亿万多件 用价值的 这种古民居 古宅子 还有将近50多个这种特殊的 这种祠堂 还有这种庙宇啊等等 我们现在全部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这时候 这是我们能够引致好 把这种文化遗产 做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保护 同时呢 在保护的过程中 我们又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发 我们有个兴起的看法 就因为有这种开发模式 把整个红村 带着一个可持续的良性的一个循环 过程中 现在谈讨一个门头沟 门头沟的话呢 咱们北京的朋友可能大家都知道 门头沟离北京很近 也就25英里左右 它是一个带开发的一个地方 它和其他都一样 门头沟原来的话呢 它是以煤为主的 这是叫黑色经济 那后来把煤 这个矿这个全部关停 以后呢 它整个经济一下子就失去了一拖 以一几个县位的评论 后来在这个期间下呢 就是也是请董事长去考察 当时是2003年的时候 也是我和董事长一块 第一次进入这个门队国去考察 考察发现他们就是整个的话 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就是大家一块来讨论 讨论就是说 要把黑经济 黑的经济转向下绿色经济 正好和他们三 这个政府的一个 这个也不谋而合 就是把他 当时北京的话呢 把这一块作为生态含养区嘛 所以我们呢 就和商地门头沟一起 我们是起到同一大学 等等 帮他整个的做了一个 旅游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 然后继续考察以后 我发现他里面有很多古村落 北京80%的古村落 集中在门头沟 门头沟里面 灾堂镇也将近80% 90% 古村落集中在这个叫灾堂镇 后来呢 经过考察以后了 我们就决定就在门头沟的灾堂 来做这个旅游度假项目 就以这种北方的3D古村落 为核心 来打造这样一个休闲度假的一个项目 也是 旅游开发 保护先行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有一个叫中坤山庄 以他为这个进入了集散中心 以这个109国道就是一条线 川满线 包括珍珠湖做一个环线 然后和我们的古村落 像杨家驭 包括川里下还有宁水等等 今天一股村落为特色的一个旅游度假区 景区的话呢 我们在这地方也有几个大的景区体系 这是珍珠湖 这是珍珠湖 我们是05年进入 明水景区 这是目前已经得到发表委的批赋 已经门票也都认可了 我们已经把它的规划已经做好 这个整个这个规划设计 前面是景区 后面就是啊 依托这些景区 让我们做的这些啊 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整个的建筑面积 将近35万平米 全都在门多沟 而且的话都是以古村落为主的 杨家驭 林月寺 这些明水 刘家驭 白玉台等等的呢 都是以古村落为主的 这些啊 项目 这是我们的一个盟户 摘堂山庄 现在一期二期已经开业了 第三期的话呢 是五星期的一个标准 现在结果已经封顶 这是有当地特色的啊 这个酒店 这个杨家驭 杨家驭也是一个明清的古村落 我们进去的时候呢 呃 非常的破败 当地政府呢 就是把它呢 已经做一个叫 险村 危险的险 就说 居民呢 就说村民的话 都不愿意在里面住了 有 有十几户呢 就在那放羊 大部分的村民呢 多 孩子都出去打工了 老人的话就 有钱的就把它 就是往边上就搬了 所以呢 当地政府就说 对这一块到底怎么做呢 就是 一万块钱 一户就把他们叫啥 就牵走 在这种情况下呢 同志认为 就说这一看呢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村子的 还有很多房屋的话呢 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就这样的话呢 就跟他合作 就说呢 跟当地政府合作 我们叫年建的摩世 因为这个 这都是宅地地嘛 我们不可能把它 变成这个国有用地 所以的话呢 就我们 这是摩世得到 本京市政府一个认可 叫年建的摩世 当地就是 和我们成立公司 他们出宅地地 我们呢 在上面建房 然后村民的话呢 全部就搬走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 已经不适合村民居住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 整个拿下来以后呢 就是按照它原有的机理 原有的布局 严格不变 外观就是休旧无旧 恢复起来 里面的话呢 全部按照五星系的标准 做成很舒适 很现代的一个设施 咱们 客房啊 洗手间啊 会议室啊等等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 全部功能 全部把它实现 就把它打成成一个 就是北方的 三地 和村落精品度假指定 这么来做这个 祖村落 啊 我们做的这个 和洪村就是完全一种 另外不同的模式 这是因为它的一种历史啊 它的原因造成了 现在的话呢 呃 整个的话已经全部 啊 完工 应该是到明年之外 开始营业 现在很多人就是 希望就是 要买 我们呢 呃 呃 呃 现在也改变了一种方式 因为以前的话 就准备做酒店的话 我们就自己经营 所以现在看了以后呢 大家都愿意自己买一套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很有 呃特色就是说 都是四合院 一个院诺式的酒店 完全可以呃 独立 分割出来 啊 分割出来的话呢 因为作为大产权的销售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长租 你租个三十年五十年 你这种方式 来进行这个 以租代售的这种模式 我们来做 所以呢 现在这种模式 应该也是 很多客户呢 也都认可 呃 如果弄好的话呢 我们保留一部分公共设施 我们还是 把它作为酒店式来管理 但是如果 有一部分销售出去的话 我也可以作为酒店式来管理 管理它 但可以这个 这个长租 不能说销售吧 长租出去 再以后呢 我们能够快速的 这个大量的把收入 得到回收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啊 这个杨家运 宁悦寺 就是另外的一个啊 也是个唐代的寺庙 在这个地方 也是委托我们在管理 啊 它是 也是个国宝集的一个文物 那以太为核心 在周边 这些村落 东北山西北山啊 啊 徐村牛村 啊 将来把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叫一个高端的 一个成修的一个城 这是啊 还另外一个 就是牛家狱 也是一个古村落 然后就是百利台 这是我们准备做一个台地的酒店 五百多间客房呢 啊 这个是 呃 在北京是很少见的 啊 我们也准备把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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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约四合手也准备起通 啊 啊 在一处我们这个这个景区的话 在它的上游 也准备做一个度假社区 啊 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 啊 这个度假社区 实际上我们做这些的话呢 呃 包括前期的这些 在古村落 这个 这个酒店 随商 整个 他过来以后了 不是捷影 但是让他在这边住 他在这地方呢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他来啊 啊 消费 那参与 你有景区 你有禅修 你有户外 有运动啊 啊 等等 你也可以体验当地的这种啊 文化 比如当地的那种古番院等等 我们也有博物馆啊 啊等等 古村落的 在民水的举人文化 都可以啊 在这地方得到体现 啊 这个是 刚刚啊 就是明确 就是门德河的整个国家步道 这个步道 也是为了一个啊 就是徒步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区 现在我们接手 这个徒步 我们 呃 门德河已经做了 四届这个国际徒步大赛 今年的徒步大赛的话 就是我们来 崇拜的 通过徒步 通过徒步 我们现在也是正在研究 徒步的话 它带动产业的那些啊 通过赛事 包括接待设计 包括装备啊 等等 包括配套的相关的产业啊 我们准备也全部啊 进入 再的话把整个门德河的 这一个产业这块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接起来 同时我们自己也 因为有地很多嘛 我们也搞一些养食啊 种植 包括我们还自己做酒等等 但我们试探性的做一些这些 这样就是直接从土地到餐桌的 这样一些啊 我们也希望能够介入进来 这长时间的再做起 第三块呢 就是咱们的浦尔 这块我们去 我是2012年1月份去的 因为是最比较冷的时候 去了以后呢 就是真是真叫春天 我穿的那么厚 到了以后 就只穿一个夹克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边的抚养椅子 能够达到 在城区是一万 到山上是能达到两万 甚至更高 然后此后呢 我每个月我都会去 我就感受了 真是它最高的温度 三十度 你刚一高以后 下长雨 温度立马降下来 最低的话 十多度 就是说 这真是一个天然的 养一个度假的地方 它气候一年四季 都适合度假 你看三亚 它有它的淡旺季 东北 那跟军 那这个地方 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这是很难得的 同时它这一个地方呢 它整个的这个生态 保护得非常好 它幕后呢 反倒把它的这个生态 保护起来 没有大的工业 没有大的那个矿业 这也等于当地的政府 它的一个理念 它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应该说是 大家一个向往的 最后同软区看了以后 我先去打个前站 回来又会发以后 同软区 去了以后 就对这个地方 立即就派到 就要进入 因为这是 中国来说 是最后的一块 这个未在开发的处理地了 但它的文化 也是很有特色 这个我就不再细说 我们进入以后呢 不是解决单单 就是说我只做一个项目 当时我们就请了 因为我们地域 还不是很专业 我们请了这个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相关的 文化方面的专家 旅游方面的专家 还有这个建筑方面的 规划 英国的 包括还有这个演出方面的 演技方面的 一个国际团队 就是将近四十多人 我们花了很多代价 全部 投诊舱 咱们从各个地方 到普尔 到普尔 开将近两个礼拜的考察 就是整个普尔 普尔它是总的 就是4.5万平方公里 范围内 我们做了一个考察 就是当然 也是一个 把它主要的 典型的地方 我们做这个 看了一下 就 然后呢 大家一块 就讨论 这个地方 第一 也问他 是不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第二 能不能开发 好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讨论 就是对这个地方 就说 那个老外去的看了以后 他也有三个字 给他震撼 第二 还是震撼 特别少数民族的那种风险 普尔 那个茶 还有他的当地的生态 还有他的气候 等等 特别他的民族 村寨等等 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好 由于他们这些 一个专家的 评判以后 我们就是 就对他 就是 就说夏林圈 一个大规模的进行 这个开发 这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话呢 对于整个普尔考察以后呢 就做了这样一个 一个大的体系 做12个体系的 一个设计 下面就是 就简单的过一下 就整个4.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 我们来打造它 来做这样一个 休闲养生度假体系 所以地产在这里面 它只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 女配套接待设施 但是同时 它也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配套设施 在这地方 它和整个旅游度假 就是共生互补 这是景区 体系 我们做了 做了一个指标的设想 光景区 古春诺 我们要投入12个亿 大家可以看一个布局 红色就是古春诺 这个布局 这一块的是房客营地 然后这些的话呢 是景区 这是宗教景区 还有自然景区 这个人文景区 这个蓝色的点 包括咱们户外图固的 这个八个 八个区域 在口岸通道 等等 这是我们行车这个 房客营地的这种环线 就是在整个铺 我们来打造它 修行养生部落 就是这一块 我们没打中坤 因为它只是我们 下面的一个部分 它占地现在是48万 48平方公里 我们来打造它 这是我们的一个打中坤 就是一定要 村民共享 与环境和谐 同时我们也做 在这个48平方公里 广文内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内容 这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一个规划设想 一个是六个工人组团 总的 总的人口将来会达到四万多人口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一个设计 指标 一期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征绩的阶段了 一期的话 三十多万平方 你的建设体量 当然这个建筑意象 可能还需要再探讨 这是酒店的 这个是今天 下个月我们要开工 一个悬崖酒店 在八百米高的悬崖上 我们做一个悬条式的 悬条在悬崖上的 在中国应该是很少见的 要给大家一个叫做伤型的记忆 我看这个大地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很有特点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悬条 这个是悬挂在上面 悬挂在悬崖上的 这是我们家里还做一些玻璃栈道 这是一个有特色的一个酒店 我们玻璃栈道 玻璃桥 当然这里面就养生住宅 我们就可以用去销售 这个是主要有大地特色的 要房车 房车为什么这地方 我们希望大家做的话呢 它很大 一个景区到一个景区 也得三到四个小时 但是它处处都是景区 你走在路上 你满眼圈是绿色 它没有说是 你去看里面 你不觉得单调 你三个小时车程 你可以看出到处都是风景 所以这个房车在这地方 自驾车在这地方 这很有市场 这我们也是下决心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它 老挝越南 都很都是交界嘛 加上做边境油 跨境油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做房车的话呢 房车营地可以打造嘛 所以对于营地的话 我们也做了很多 包括这些运营的话 其他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设计 房车营地能不能营利呢 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没跑 但是我们也想尽力来 让它自己能够有些收益 但我们重点还是通过这些 把游客吸引过来 然后卖我们的多 养生别墅等等 你卖的时候你会经常过来 同学员就会促进我们的旅游 所以这样的话呢 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模式 养生 这个地方是个养生 要那为好地方 我们现在是和华大基因 我们不想做简单的那地方 放个医院等等 我们希望就是 通过基因康复 基因疗养 这种方式来打包 然后这是飞仪 当然这块是它的这个少数民族 文化等等 我们也是每个县 我每个月去至少去两次 每次去的话到一个县城 和他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 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啊 民族的这样啊 一起探讨 然后对他们的这些文化等等 我们也是做了很深入的一些 挖掘 逐渐逐渐就是说 我们也形成一套设想 怎么把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些方式呢 来把它先保护好 然后把它在线 把它传承 这些我们正在 正在做 跟当地的文化局啊 都在做这些事情 演绎 演绎的话我们肯定要 现在已经都做出了一个 初步的一个规划 这是加拿大的 就看得到这个故事来做 反而就是对它的这个自然的野生动物保护啊 我们也要参与进来 那个地方是亚高原 亚热带吧 这一个 它的种植物是很有特色的 像它的野生长臂园 是比大熊高还珍贵的 我们董事长就是一块就发起设立的一个保护基金 它也是作为它的一个形象代表 所以这一块保护也是我们的一个啊 这一块就完全是投入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 这做因为要整体打造 人才这块肯定是 大家也都是关注的 我们怎么来做这一块 必须依托本地 来做这一块 当然最后的话 我们自己设想 把这些画廊啊 包括当地的酒吧啊等等 文化创业这块也想加进来 当地人 特别是普遥市区的那些 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的是 我们去搞了一个诗歌朗诵 想想诗歌朗诵因为是很小众嘛 很高雅或者啥 那应该啊 结果呢 我们在那地方搞了一次 万能的大礼堂 作无虚形 那些普尔的这个市民过来以后 就是和当时是 他们几个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啊 主播啊等等 他们就示范说 包括一些大家去了一会儿 大家互动了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热烈 这个反响特别好 后来现在强烈要求我们 要多去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所以他们对他们的文化素养 其实不低 当地的那个版画家呀等等 在国际上都是获得奖的 我们和他们也现在也是 也准备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将来我们所有的酒店 把当地的版画 版画叫绝版木刻 绝版的 绝版木刻 他那个画就是说 版画做以后 那个版就把它销毁了 那个版画就是绝版了 这里是他们就说 一个版画就是欺负了很大的一个兴趣 但是他们也愿意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给他有个常理 和将来把他的版画 放到我们的酒店 作为我们的一个收藏等等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呢 就说充分的和当地啊 这个进行沟通 充分的挖掘他的所有的这些啊 能够啊 介入进来的这些资源和元素 来引入到我们的项目上 啊 来打造我们自身的啊 具有中文特色的 在一个休闲养生的一个度假板块